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那些至高之士 一概功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你会看到原来当我们拥有这个形类 其中一个最轻易所看到的就是骄傲在这些人身上 你发觉明明是跟从者 但他会论断领袖 你发觉明明他有一些东西是一知半解 但他觉得他比任何人更加清楚 因为他要说服人家之先 他要说服自己 所以他唯有创造很多个谎话 创造很多个错误出来 但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都要回归一起去顺服基督 就是原来我们一定要将我们所有的心思意的念 我们所有的思维全部都要顺服基督 为什么他这么说呢 因为原因在我们有行动 去回应神的拜领之前 我们首先一定要有个信心 我们有个顺服的心 我们一定要将我们各样的忧虑 我们各样的思想上的拦阻落开才行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有这样的看法 有这样的思维 有这样的思想 是跟主耶稣基督一致的话 根本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如果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思想根本是跟我们形女里面的自私 恐惧 忧虑 贪婪 懒惰 一致的话 你以为我们的行为是跟什么一致 当然我们会美其明章那样东西说 领袖带领不合逻辑 摩西带领是不合逻辑 主耶稣来到这个时代真是生不其事 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花巧的字眼 但是说到最后的时候 有时越描越黑 人就更加看到这个人的形女里面 其实是个什么样貌 里面那份骄傲 里面那份的怀疑 里面那份的不信 里面那份的自私 表露无畏 所以保罗清楚说 不是将撒旦去努力 将撒旦去攻破 他说的是要将我们的意念再次夺回 去将我们这个形女去攻破 因为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说 没错 撒旦是坏 但是如果我们借着我们的形女 打开个门给他进来的话 你会发觉数之不尽属于撒旦的逻辑 就圆圆不绝地出现 鼎子母想让你知道 有时你会看到有些这样的人跌倒 你觉得想说服他 但是没用的 因为你攻打的只不过是门口 真正打开这个门口的就是这个人背后的形女 就是他里面的自私和贪婪 就算你如何说服他用圣经的逻辑 主耶稣基督徒復兴的逻辑 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现在去行这些大事 不会听得到入脑 因为他要的不是这件事 真正掌管形女的是另有其人 所以当这个门口打开的时候 你要看到撒旦就圆圆不绝地去努力 和控制这个人 所以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要将我们思想 这个形女去攻破 有趣的就是在这一点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信仰 有没有建立不同类型的形女 你会看到一些人去直成 在神的大令下是劇烈的反感 劇烈的反击 但也有一些人在他来说他只是怀疑 只是却捕 只是他恐惧 你会看到这些人在信仰上 距离能够全身跟从主耶稣 只是一步之隔 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是没有建立这些坚固的形女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自私的动机 没有一个贪恋世界的动机 在他里面 但无论是怎样 神都要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 全部夺回去信服基督 去信服主耶稣在那个时代的大令 因为摩西有摩西时代神的大令 主耶稣有主耶稣时代的大令 马丁路德的时候 有马丁路德的时候大令 我们今天不能够自夸 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阿伯拉罕已经跟从了神 所以我们在永恒里面 我们就得了他的奖赏 不是 那是他自己跟从神所得的奖赏 你有没有跟从我神 你有没有效法阿伯拉罕 一样去跟从神 阿伯拉罕是给我们去效法的 不是给我们去记账的 在信仰上面 你的账单始终你都要付 信仰上你的责任你都要付 就好像今时今日仍然有很多人 翻了一个宗派 他以为他的信仰可以记账 他翻了这个宗派 这个宗派以前历史上 曾经对神跟从神的所有祝福 我都要拿 在永恒里面我都有 这种无知的思想 就导致很多时候这些形类就可以被建立 因为很简单 这个就是他们的逻辑 这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 但是这种使人自高的 这种使人不能够跟从基督的 这种难助人去跟从神 难助人去认识神的 这种逻辑 全部我们都要攻破 我们的责任就是攻破他 我们的责任就是 我们挑战自己的动机 挑战我们自己的恐惧和忧虑 我们仍然愿意赴上代戒 跟从神的应许 当这样的时候 你发觉神增战的兵器 就会为我们效力 过不了后书第十章 第四到第五节 我们增战的兵器 本不是熟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 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形类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着人认识神的 那些自高之士 一概攻破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到信服基督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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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了我要坚守这真的话语 愿你胜利 赴着我已成立志